陈时中要选台北市长 但过去把疫苗价格变成黑箱 封存30年 甚至连高端的效率报告至今不敢交 柯文哲火大在呛陈时中 你不敢保证他有效 那给大家打干什么 打什么打心酸的 我已经变宗教了 他赚不是从那个卖那个药 他从股票赚的才多 飙到几块 应该是查谁赚的钱 如果高端很有效 他早就公开了 他怎么会不公开 陈时中当卫福部长买疫苗 却大搞黑箱 柯文哲呛以后若当市长 那还得料 而才刚脱离民进党 以武党籍参选台湾市长的郑宝钦 也同批民进党背弃创党终止 当党丧失了建党精神 更丧失了核心价值 形成了威浅体制 对抗威浅体制 我们就要恢复了新党外的运动 同样以武党籍参选的黄珊珊 要用都更政见唤醒 中间选民 30年内台北市要态换掉 几千栋的四五楼公寓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三五十年了 这些不做以后就来不及了 选战如火如荼 疫苗黑箱交代不清的陈时中 不知能获得多少选民青睐 记者谢宏陆续光好 A3G小组台北桃园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